大家好,歡迎實體ONEGAME UP,我是鐵八聲Kick Chat 將近數十分鐘看見這堆Kickstarter 隔了一個禮拜我們便來這個ONEGAME UP 上一集都已經說了,近來會有幾多的Kickstarter上架 所以我拍完這集後,沒多久又要再拍一集 今次因為長度問題,所以我只選了其中五個遊戲去做介紹 剩下那些應該未發完,會留下一集才去做 事不宜遲,去第一隻遊戲 第一隻要介紹的就是Is Wonderful Kingdom 它是Is Wonderful World的二人版本 如果有看過我們之前的介紹都知道 就是我們歡喜哥很喜歡一隻遊戲 你問我的我也喜歡,只是沒有他那麼喜歡 它是一隻Drafting Game 透過輪抽卡牌去組裝自己前面的範圍 把卡牌打出來,其實就好似Seven Wonder 但當中加入了資源轉換和較複雜的卡牌效能 再加上Is Wonderful World 之後都加了很多不同的模式 甚至有類似Legacy系統 很多人問為何會出一隻Wonderful Kingdom 其實最主要就是它變成一隻二人遊戲 整個遊戲的節奏會更加緊湊 當然裡面的卡牌公仔都會全身畫過 因為整個世界觀都不同 但基本的玩法都很相似 而今次的Wonderful Kingdom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在機制上最大的突破位 就是它加入了一個已如我詐 即是說謊的系統 那是怎樣呢? 我們可以先看看 其實基本上遊戲 如果你看過Wonderful World 你應該見過那些卡牌 上高的Symbol、資訊都是一樣的 左上角就是它興建這張卡牌需要的資源 而下面就是這張牌可以生產的 即是可以換到的資源等等 或者技能之類 其實基本的規則就沒有改變 但最大最大的分別就是在Draft的位置 我們可以看看它怎樣去做 因為一隻原本多人玩的遊戲 變成二人遊戲 其實如果你說我將Wonderful World 二人玩可以嗎? OK 不過始終都好像差跌 所以在這次二人版本 它加入了一個很有趣的 所謂的說謊系統 那是什麼呢? 就是跟正常玩法一樣 七張手牌輪抽 不過今次的輪抽機制 就是我們會將這些牌 即是你選擇的牌 每次選擇兩張 放進外面的位置 就會有兩個位置給你擺 你會看到左右兩邊 將你選擇的牌 放進這個位置後 大家都會輪抽 然後 會選擇整個範圍內所有的卡 那有什麼特別呢? 我會把這些卡平均地放進去 即是將它的強弱平均地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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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什麼說謊元素呢? 事關於今次的牌的總類 多了一張新的牌 就是類似的扣分牌 如果你拿了一張牌 你會在endgame的時間 會扣4分 所以當你去做這個減牌的時候 如果那個位置有一些減分牌 可能令到對手拿這個牌的時候 就要想一下 我拿完這張減4分之後 可不可以追回這4分 否則我未必會拿 這是第一個位置 而第二個位置 我覺得它做得最好 最精彩的就是 港達拉元素 就是你可以選擇 蓋上牌 放進去 蓋上牌 放進去 在每一回合中 就有兩次機會做這件事 蓋上那張牌 第一 你可以當然是蓋扣4分那張 也可以蓋你想要的牌 為什麼這件事這麼重要 我想大家都能夠想得到 你蓋上去那一刻 你知 對家不知 你就會給對方有更多的資訊 而對方也可以從心理戰角度去想 你這樣擺 究竟那張是好牌還是差牌 又或者從你之前所選出來的牌 去估計左右這兩邊 哪一邊才是你想拿的那一邊 去判斷你蓋上那張牌 就這樣聽下去 你已經知道當中的心理戰成份 多很多 也是舊版的Wonderful World 二人的Gameplay 找不到的元素 所以你問我 我都會覺得 今次的Wonderful Kingdom 二人版做得最結出的位置 除了這個元素之外 還有什麼內容的內容 其實就是一些Module 其實之前Wonderful World也有 但因為它現在是二人遊戲 針對著二人遊戲 會更多競爭性 Head-to-Head競爭性 一對一競爭性 例如Quest就是之前做的 做到就可以了 然後Advisor 和Conquest Conquest 我自己覺得很奸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 基本上你玩二人版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必須的 因為其實它加了一塊Bord 就會多了一些 起N展的元素 即是你要在這塊Bord上起一些東西 拿多一些Benefit等等的東西 其實你很難不要這件事 所以變成今次的Kickstarter 因為一定要是Legend Box 才會有這個Module 所以基本上就是 逼你一定要上Legend Option 才可以有這個Content 所以變成這個位置 你可以說它會做生意 基本上 這個Wonderful Kingdom 其實可以是一個 二人版本的升級版 因為其實Wonderful World 如果你用二人來玩 就玩不到它這個味道 但也是一貫的問題 究竟你會不會喜歡玩二人遊戲 老實說 我自己是一般的 所以我都會留給我的隊友 又來到One Game Up 評分時間 機制創新方面 這個二人的輪抽 再加入一些 港大話議員 我債元素 配合得非常好 所以我會給四分 而硬件美工方面 它都秉承著Wonderful World 那些畫工 以及收納 Token等等的東西 都做得很漂亮 你看到它的盒 都是質滿滿 我都會給四分 而體驗重玩性方面 它都有不少的Module 而且它都有很多卡 給你使用 所以重玩性方面 都足夠 我會給三點五分 而價錢方面 我自己會覺得 二人遊戲來說 我以這個Legend Box 去計算 因為剛才都說過 基本上你入 都一定要入這個Legend 偏貴一點 不過我覺得 你拿回來的東西都值得 只不過二人遊戲定價 略高一點 所以我會給三分 至於BG Pod方面 當然有持有 因為我們有Wonderful World Fans 我相信它都應該會入 至於我 我自己 看看 究竟它之後 跑下去 會不會有更加特別的元素 我自己會再看一會 但BG Pod來說 都應該會持有 第二隻要介紹 就是Canvas Reflection Expansion 為什麼要介紹它 如果有看我們之前說的 Review 都有講到這隻遊戲 William很喜歡 其實除了它之外 我自己試過 我都覺得有少少走寶 因為當時 上一次的Kickstarter集資 我就因為 遊戲規則太簡單 而且感覺比我太賣話 所以令到我 Skip了 沒有進入 但是 當我真正玩下去 即是跟William玩 玩他那副的時候 我覺得整件事 我應該要這樣想 就是 我不可以用一個Gamer的角度 去看這個遊戲 而是 如果我有一副這樣的遊戲 放在家裡 尤其是沒有玩過Bboard Game的朋友 去玩過 其實就非常非常之適合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 你看現在這個畫面 看到整個設計 當幅畫 又可以 當幅遊戲盒 又可以 又可以 整個遊戲玩完出來 很重要的是 它可以 砌到一些很漂亮的油畫 玩完之後 拍照 放上網 打卡 我想 你和你玩的新手朋友 都會很喜歡這個體驗 而更加重要的是 我以一個Gamer的角度去玩 其實我不會覺得它太簡單 原因是什麼 因為 其實你是有限的資源底下 要去拿最高的分數 這個Puzzle 其實它做得很好 因為它的 拿回的方式 就是透過Z collection 和你如何去拿卡 和買卡 因為其實它的規則很簡單 就是 我每次想買一張卡 我就把我手上的油畫 放進去我不買的卡 其實這個資源控制 雖然說很簡單 但其實你就要計算 這張卡 究竟在我拿分數值多少錢 我值得用多少個 這些資源投放去拿 其實是需要計算 尤其是 如果你和一些高手向的玩家玩 其實都玩到味道出來 我們經常說 重有重玩 這遊戲絕對是可以做到重玩的感覺 另外就是 剛才說的 實物 你把那些畫 砌出來 其實就真的很漂亮 我都見過實物 它的卡的質素 都做得很好 掉出來 不會是蒙 看不到 你拍照出來的 油畫的感覺也很強 再加上它這次 這個expansion 兩邊拼起來 感覺就更加理想 好了 講了這麼久 究竟Gameplay有沒有什麼upgrade 其實這次的擴充 最主要增多了的元素 其實就是遊戲的變化 它叫做reflection 其實最主要的就是 它有一些部分的卡 是可以反轉來用的 即是這張卡可以透過 但其實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更加重要 最關鍵就是這塊board 你說這塊board有什麼多了 其實不應該說只是這塊board 而是它整個 即是我們所謂的卡 pool的增加 如果玩舊版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外面的market 其實相對來說 相對來說 不是很多卡可以選擇 又或者這樣說 你可以選擇的卡的數目 令到你限制資源 你可以拿的卡不多 但它這次的兩排機制 令到你用兩個token 你就已經可以選擇這兩張卡 其實這件事為何會令到遊戲好玩呢 就是因為你要砌到ZCollection 拿到最高分 我們上次玩 有時候就會卡卡 即是說我外面所有卡都不適用 那我怎麼辦 我難道真的放那麼多這些油畫token 放完我之後 如果真的出我想要的卡 就拿不到 但它這次多了兩行 就令到你可以選擇多很多 而更加重要的是 今次再加上這個鏡面的卡 就令到你砌到你想要最高分的Z 機會就大很多 這個也是我覺得它 我喜歡它的元素 還有多了新的Symbol 可以拿分 你要計算的東西會更複雜 還有剛才也說過 遊戲就是跑單 你外面的單種類也多了 重玩性高了 然後這裡就是有一些 你要追Z的系統 但其實單憑上高的兩個 已經能夠令到遊戲完善很多 當然 老實說 其實上一次的Kickstarter 都有人說太貴 其實今集都是貴的 作為一隻Family Game 去到這個價錢 確實是偏貴的 但如果你問我 我會這樣看 就是它裡面的畫質素 和遊戲的component 出現出來的效果 我覺得是貴但不有所值 所以我都會對這遊戲 抱有一個好好的好感 又來到One Game Up 評分時間 機制創新方面 說真的 今次不算是一個很大 在機制上的轉變 所以我只會給它 僅僅合格的分數 3分 而硬件美工方面 也是這遊戲最強的地方 畫漂亮 出來的效果好 Component的質素都中上 最重要是整件事 由遊戲完結出來 讓你拍照 到遊戲的盒子 整件事是一脈雙城 都是一個畫作 都是被人感覺到 好像畫畫 所以硬件美工方面 我會給它4.5分 體驗重玩性方面 今集加了這麼多元素 都令到遊戲在重玩性上高 都會多了些 但你說是不是真的很多 我覺得一半 你給我的感覺 我覺得它是將遊戲完整 體驗重玩性方面 我會給它3.5分 價錢方面 剛才也說過 是它最大的罩門 我只能說它是物有所值 不是物超所值 甚至有很多人會覺得 這麼貴買一隻Family Game 是否真的值得 視乎你的玩家群眾 你對於它這種 用油畫作為主題 你對於推新手 或者跟一班老手 去銷路 去做Z collection 競爭 這個要自己判斷 價錢方面 我會給它2.5分 至於BG Pod 當然會持有 至少William會追 我自己也會追回Z 放在家裡開門 來到第三隻要介紹的 就是這隻Hidden Leaders 其實這隻遊戲 我自己留意了一段頗長時間 因為它早幾個月前 已經在Facebook 有賣廣告 BGG也有賣廣告 最重要的是 放在Tabletop Simulator上 給別人試玩 其實它是一隻很簡單的 可以叫做陣型遊戲 又或者叫做古陣型遊戲 但它的玩法是用一個卡牌 就是出牌去做一些Action 去做古陣型的東西 其實遊戲的玩法是很簡單的 你現在畫面看到 透過出卡 就移動外面那兩塊 紅色和綠色的東西 而出這些卡 移動這些東西 就會做到不同的勝利條件 例如 剛才那樣的 紅綠兩個在同一個位置 如果兩個之間的位置相距遠 就代表是綠色勝利 而他們兩個之間的距離 是這樣的 就會是紅色勝利 如果同一個位置 就會是藍色勝利 如果他們兩個都入了黑色的位置 就會是黑色勝利 這些勝利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遊戲一開始 每個玩家都會有自己的身份 就代表你想完成什麼的勝利條件 而遊戲的過程中 你會出牌 會去移動外面那兩顆東西 目標就是令到你做到你想要的勝利條件 然後到遊戲完結的時候 就會看看哪一種勝利條件 然後大家就會揭出自己的身份 看看哪一個勝利條件會贏 好像這個情況 兩個人都是紅色的勝利條件去贏 然後會鬥究竟你出的牌裡面 紅色卡的數目是否最多 最多的話就會是贏的人 其實整個遊戲的規則非常簡單 但你可以想像得到 當中包含了有股陣型的元素 會有一些觸心理的元素 因為你要看對方出的牌 猜他是什麼陣型 然後就要跟他鬥那些卡 因為當中每個身份牌都會有兩個陣型 所以在遊戲過程中 就可以在兩種陣型當中游走 令到你自己是最佳的 最有機會贏到的情況 另外就是他整個遊戲 透過出的牌去移動外面的兩顆東西 而這東西就會給對方資訊 知道你是什麼陣型 但當然他不會說所有東西都是open 因為他可以把一些牌蓋起來 放在自己的前面 所以純粹是在原遊戲的時候 用來數你有多少隻顏色 那張卡的顏色去爭取最後的勝利 基本上整個遊戲 其實你玩一次就已經知道遊戲怎樣玩 但這類型遊戲是我自己很喜歡 就是規則很簡單 玩的東西純粹是玩家與玩家之間觸心理 再加上有些口術 有些手機管理 即是怎樣用卡用得最有效率 所有元素加起來 其實是很留得低的遊戲 也是近年市場上很缺乏的這類型遊戲 因為我經常都說 這些入門但又可以很有深度玩的遊戲 其實以前是很多 但自從Kickstarter出現之後 大家都把遊戲有那麼複雜 有那麼多Component 做到那麼多Component 往往這些小的遊戲就會很少 例如我們上一次的 One Game Up也有提到 Long Shoot 即是賭罵遊戲 以現在的世代來說 一定會做到很大盒 然後買到那麼漂亮 卡又那麼漂亮 然後買到貴一貴 但往往這些小盒 簡單的遊戲就在市面上很少 你說VTEL會不會有 有 但是VTEL很多時候會選擇 一些很安全的形式 找一些很厲害的設計師去出 然後掛他的名字 然後就賣 但設計師老實說都要賺錢 很多時候會出一些大遊戲 會很少這些小遊戲 所以市面上高 如果有一些好的小遊戲 其實是很值得要去推介 而這個因為有網上高版 我也有看過上高的人玩 還有一些review 其實大家都會對這個遊戲 那個翻桌性 即是想開完再開 那個感覺是很強烈的 往往因為其實真的差一點 你看到剛才那四個勝利條件 其實是可能到最後一兩個move 才判斷得到 所以你要在遊戲裡 猜對方是什麼陣型 從而儲存他的顏色卡 到最後用顏色卡 的數目去取勝 就會在遊戲裡反應得到 還有很重要 支援的遊戲人數是到六個人玩 作為Family Game來說 都是很合適的 現在的Kickstarter 都跑得不錯 你會看到它有加了很多新的卡 還有一些component的upgrade 我自己都非常期待 這遊戲到最後可以跑到一個什麼level 再加上它也有很多合的版本 你可以找一班朋友一起去買 去省下運費等等 希望這段影片可以令到多些人買 可能組多幾個團 可以令到這遊戲再跑得高一點 我覺得這些可以留得低的Family Game 在市面上是需要多多支持的 來到One Game Up評分時間 機制創新方面來說 這遊戲雖然雖然也不是很創新 都是要出卡去做工作 能夠做活動 但我覺得這個Leader 到最後去搶搶的Wing Condition 那個系統 我覺得頗有新意 覺得頗好 所以這裡我會比四分 而硬件尾弓方面 不要看它簡單卡遊戲 那裡每一張卡遊戲 都是不同 而且畫風我自己就很受落 所以我會給他4分 體驗重玩性方面 遊戲的變化都是同一個規則 但不一定要加多的 expansion 加多不同的卡 才能令遊戲的重玩性存在 你想想以前富曉之城 經典的推坑遊戲 其實也不是有很多 expansion 但已經可以做到重玩性 因為他們玩的是玩家與玩家之間的互動 而這遊戲絕對就是走這個方向 所以我會給他4.5分 價錢方面可以這麼說是加連密尾 如果你找到多朋友買去share玩費 就更加理想 我亦會給他4.5分 BG Port方面當然是持有 你問我的我不單只我會買 我亦會推薦我身邊的朋友 這也是一隻 值得拿來看門口的遊戲 非常開心 上星期有個longshot 今星期有Hidden Leader 我非常推薦這遊戲 給大家買一隻 回來看門口 來到第4隻要介紹的 Kickstarter 相信這也是 最多人想我說的一隻 其實在講之前 講一點心路歷程 也不是騙時間 因為有朋友問我 為何 不將這隻遊戲 去做一個獨立的 UP1UP 這裡順便說一下 其實UP1UP這個系列 我自己做的目的 就是想把一些 我覺得 很好 非買不可的 Kickstarter 做到那個系列 即是說我之後可以看回這些都是我自己推介的 我亦都想 之後 當它實物出了之後 我亦都想 review 我的UP1UP 究竟 推得中不中呢 亦都因為這樣 這隻遊戲 我就決定 不做UP1UP 雖然我知道 如果這隻遊戲 的view數一定很好 大家都知道近來 大家有掛著打機 和home office Web from home 大家都沒有了 可能少了看片 所以我們的view數 留言數都少了 其實如果按一個channel的健康發展 其實就應該要看著view數去做 應該做一段介紹的片 我們所謂的叫做 握回view數 但是我自己都會堅持 UP1UP的系列 中止 所以我決定這隻 不做UP1UP 我便留在 One Gap Up 詳細去說 聽到這樣說 都應該知道 我對這個遊戲 不是必入的一個選擇 為甚麼呢 我們先由這隻遊戲 整個 Kickstarter 去講 這個就是 拿Mon Hunt World 這個世界觀 和IP 做的一隻board game 是一隻很典型的 Boss Fight 遊戲 現在要去打龍 打龍的過程 合作 你便透過出牌 去做一些action 跟著 模仿 打Mon Hunt的過程 打完之後 你就可以在這些 怪物上 拿到一些 材料 去做一些 新的武器 去幫你的角色 升級 就像我們平時 玩Mon Hunt 去打一些 裝備回來 跟著 升級 令你越打越勁 這個遊戲基本上 都真的可以重現 Mon Hunt的東西 先講一講 初步去看這個遊戲 我會怎樣看 其實 大家都知道 我上一次介紹 那隻 Primal的時候 我都有講過 其實我對於 Monster Hunter World 這個board game 我是不看好的 原因是因為 這間廠 其實 都真的 之前 那個 經歷都不是那麼好 從Dark Show 去到後來 Balhasa 其實都給我很強烈的感覺 就是 有一點是拿IP來賺錢 在Gameplay上 他就不是 花太多心思 所以我那時候 他什麼都沒出 只是說他有 我已經 不是給 一個很好的感覺 他 但是 當他有了一些內容 我看回 這次 真是 有 做一下 做一下功課 其實在那個機制上 我自己挺欣賞 他 跟Primal做的 方法有一點 不同 他就 去模仿 打機 那個做法 他會有 這些 卡 這些卡 他就做 combo 好像在打機 每一下 去出 隨著你的武器 上高的卡 可以 做到的combo 越多 你打那一抽 出來的 攻擊武器越來越強 其實就模仿打機 有些武器 重型武器 你能夠打到combo 少一點 你就可以出的卡 少一點 但是一些輕型武器 雙刀 騙手 你就可以打多幾張 你就可以做多些damage 但是 重型武器 就未必了 他就是打的卡 卡少 但是他上高的攻擊 攻擊力 是大的 這方面 我覺得他挺做到打機的感覺 而更加重要 也是我眼前一亮 他竟然 想到 就是 怪物會有這個AI 就是會因應你的攻擊效果 去做回應 其實就不是困難 不過 Primal上次已經做了 如果這個遊戲 早一點出現的話 我可能會更加贊賞 但現在 我不是說他抄他 我相信都抄不及 短短幾個月的時間 他應該抄不及 他應該真的自己這樣想 所以這個位置 我上次在Primal也有說過 這個是 Mon Hunt最重要的元素 我要就著怪 的行動 去做一些應對 這是他一個很重要的核心 我覺得這次來講他做得到 我是挺贊賞的 在這方面 所以 出奇地 這隻 我不是真的那麼反感 但你說不是那麼反感 還是不是那麼反感 但是 為什麼又不推介 又不做 說一說 其實都是 最原始的問題 就是 一隻Bord Game 我們要好玩 要有什麼 的元素 其實這個位置 我覺得在One Game Map 應該說不完 我建議你們回去 看我們講的東西 都很詳細地說 究竟 我們將一隻 動作Game 變成一隻Bord Game 一隻那麼動態的遊戲 變成一隻那麼靜態的遊戲 我們是否單單就是剛才說的combo 怪獸的互動 就已經足夠了 因為他跟Primal不同的地方 在於他的升級 相對來說 跟Primal那種Deb的玩法 就有點不同 他比較簡單 最主要就是那個卡的數量 比如可能 你的武器升級了 你就會加一些 攻擊力大一點 的卡在裡面 令到你出的時候的combo 可能同一抽combo 會打大力一點 那麼這件事 在遊戲性上 就相對來說 相對來說就差跌了 至於你問我 我自己會覺得 比起Primal那個 真的砌Dead 可能譬如 那個卡的屬性 效果 會多些變化 因為他有技 即他有那些 類似手技的東西 變化會相對來說 更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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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一個 我們所謂的決定性因素 就是他小龍 如果我們現在可以看一看 其實他很努力的 他的武器的種類其實是多 他的武器種類是多 比Primal 他有齊 現在Monten裡面 那14款的武器 但他龍的種類你會看到 其實真的數得到 古龍他都沒有齊 是吧 不過要有的有的 角龍 紅火 那些 然後 看看 還有什麼 滅盡 盲 盲 還有這個 蘇尿 等等 因為 他現在就有 這個 這兩隻 據我所知 其實都是 以Monten World來說 他算是出得多 但是如果以一隻Board Game來說 這個 龍的數目 令到你的遊戲的變化 如果你看回我上次 去講 Primal的時候 我都說 他的龍是多到 我錄都錄不完 在遊戲的重玩性上 那就真的 那裡會差很遠 這件事 我們叫做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他一有比較 就很大傷害 再加上 價錢方面 他真的跟 價錢 跟Primal差不多 當然 我很理解 因為這個IP的問題 他拿 Monten World 版權費一定很高 這個價錢 其實你問我 認真地說 我覺得是便宜的 便宜的原因是 IP很貴 出到一隻有內容 有Figure 有質素的Board Game 這個價錢來講 不算是真的很貴 但如果我們當它是一隻Board Game去看 他真的貴 這個價錢我可以玩到重玩性 應該是再多一點 這個就是我自己對於他的 一個這樣的看法 那裡邊講一講內容 基本上來講 他的Call Box 龍的數目 不算是很多 他是靠 他的Expansion 去撐 重玩性 甚至他連這個武器 其實他在Call Box 都是不齊 他要Expansion 才齊 那麼多款武器 所以基本上 你要玩這個遊戲 真的玩到那個味道 其實 All In 是真的 沒得走 否則 第一 你可能會不齊武器 另一方面 我不能說他玩兩玩就不好玩 但是 重玩性一定沒有 Promo 因為Promo 一個Expansion 已經有幾條龍 每一條龍 對應的武器 還有 變化 多很多 加上地形 等等 Motern World是有的 但純粹是數量 不夠 所以其實兩件事就是同一個價錢 遊戲的內容 明顯地是少一點 他就是用回我們的程義傑 對於Mon Hunt的程義傑 去拉回 上去同一個level 這樣的情況下 我沒有理由叫你去追他 我會覺得 就會變成一個Fans 如果你是Fans 這次 像上一次 如果有記得的話 包哈薩我也有說 Fans我都不太建議你買 但這次如果你是Mon Hunt的Fans 我覺得這次是 可以進入過 因為這遊戲是真的可以玩的 他只不過是 在有比較之下 他就是一個 不是那麼好的選擇 我會綜合來講的評價 因為其實你看他真的有心機 比如 這些部位傷害 部位打下去的反應 其實他是有心機去做 變成了整個 Campaign來講 我覺得他比起他過往來講 是有誠意 所以我覺得 沒有理由說 因為他以前做過很差 我真的把他完全 打進去冷攻 我都真的認真去看一看 所以我的 那個 矛盾位 就是為何我到最後 不做這個 說一說的原因 又來到One Gamma 評分的時間 機制創新方面 其實 很慘 他在Paramu之後 如果不是 其實我會給他更高分 暫時我只會給他4分 硬件美工方面 Figure的真數 真的非常之高 你看到 那些 怪獸的造型 和人的造型 都做得很漂亮 至於你說成品是怎樣 其實看回過往 其實過往Figure的質素 都不錯 你現在畫面看到的 他應該都可以去到 八成左右 所以我都期待 到實物出到的位 所以硬件美工方面 我都會給他4分 而體驗重玩性方面 剛才也講過 他在比較底下 是相對來說 稍為瞬息 這個價錢 那麼大隻龍 跟著出來 那樣東西可以重玩 相對來說是 順利的 所以我會給 合格高一點 3.5分 而價錢方面 這個位置 我會這樣去 去講 價錢來講 如果以一隻 Board Game來講 這個遊戲的contact 他是偏貴 但是配合 Mon Hunt IP 其實他就真的 不算是貴 但是作為一個玩家 又要這樣想 就是說 有很多人說 我買Figure都值得 這個就是IP 最大尷尬的位置 是不是真的買Figure都值得 其實如果大家知道 Mon Hunt 是有 賞色的核彈 而賞色核彈 除了 Size 和它有差別 之外 其實質素 一點都不差 如果你上網去看 比如這些 角龍 滅盡龍 完全可以找到 彩色的 版本 是不是真的買Figure 就OK 當然 你說我自己有的 我覺得 沒得說 但如果你自己 又不有 我坊間又可以買到 彩色的 是不是真的值得買Figure 這是一個很大的 question mark 不過 今次我都說過 作為Fans來講 這隻Game 我覺得Gameplay是絕對玩得 而且是有誠意的 所以這個位置我都掙扎了很久 到最後 價錢方面 我會給3.5分 尤其是如果你是Mon Hunt的Fans 我覺得可以當作4分 因為其實 有Figure 有Gameplay 如果Gameplay玩得 可以玩到味道出來 我覺得是值得一個 高的分數 但是 BGport來講 就會是灌亡 原因很簡單 我都說過 他有比較 就有傷害 而更加重要的 就是剛才都說過 Figure 我其實可以找到更加漂亮 而那個Gameplay 你說這麼大隻 其實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必要 上次的人就說 Promo的遊戲 版圖太簡單 但是如果他在裡面做到的變化 足夠的話 其實我覺得簡單一點 是沒有問題 相反 你現在很大幅地圖 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玩到變化呢 還是純粹是數值上高 你走兩步和走一步的分別 你這個角色敏捷一點 走兩步 其實我 又不覺得大地圖 一定 較為優勝 相反我反而會看 那一疊 怪獸的 reaction 是不是真的有那麼多款式 現在 我未見得到 兩者之間的差異 就是Montem World 和Promo的差別 但是數量上高就很明顯差別 Promo多了很多條龍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 那邊的重玩性會高一點 再加上真的很大盒 我自己就真的會觀望 不過我已經有朋友買了 所以我就可以 容易點想 如果你們是粉絲 自己想一想 是不是真的好像朋友說 Why not both 兩隻買了呢 這個我覺得 是真的幾招頭 就是看你對於這個Montem World 多有愛 來到最後一隻 就是Marvel United的X-Man 之前也拍了 大約你都猜到 我對這遊戲的評價 絕對一定會是正面 但如果你細心看的話 其實你發現 今次的UpUp 是沒有評分 我不知道你能否留意得到 為什麼不評分呢 其實最主要的問題 因為 當初這個Kickstart 其實 就 出得很少內容 只是Quad Game 和Apocalypse 的Expansion 很多內容都沒有 其實這個遊戲 我都看 出到來的Expansion 裡面的Gameplay 去最後才決定 這個Game 我會給多少分 而 正正 我這個考慮 我現在看了這幾天 我覺得是正確的 因為 它給我出來的Expansion 給我的感覺 絕對充滿著驚喜 事不宜遲 先講講這個Game的背景 可能有些朋友就不知道 其實這個遊戲 已經是第2集 其實Marvel United 在早一兩年 有上過Kickstarter 我沒有記錯過 應該是我最後一隻 單獨review的Kickstarter 當時來說 我記得我對他的遊戲的評價 就是 我會買一些公仔 我來當Token 我對他的遊戲 機制 就是不抱任何的期望 即使我收了遊戲 我的感覺都是 我亦都沒有很認真去試遊戲 我很老實地跟大家說 但是到最後的結果 反而 是幾出網外地 其實網上高的評價 對遊戲 是越來越好評 其實幾個原因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其實上一次的Kickstart campaign 如果你看回 他的陣容來說 其實真的是鑽石級 基本上你想得到的 Adventure的系列 即復仇者系列 裡面的角色 他都有 蜘蛛俠 連電影裡面的 所謂的夢幻的Korssover 那些 那些什麼 猛毒 又或者是 那些什麼 Green Goblin 那些全部都出齊 那麼 超級多角色 超級齊 不單是多 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角色 都在裡面出現 甚至是 接下來會出的上戲 他都在上次已經出了 所以 其實當時 我自己會心態 買 買那些Figure 拿來當作 做什麼 那時候我記得是說的 Marvel Champion 的Stanley 放在這裏 玩Death Game 都開心 那時候 沒有對Gameplay有什麼 很大的研究 但是 隨著他派了貨 隨著越來越多review 其實對遊戲的評價 越來越高 為什麼呢 原因 就是因為 其實遊戲的設計 挺有趣的 他就是一隻合作遊戲 每個角色 就會有12張卡 我們就會出這些卡 在出這些卡的過程裏 就會做一些 效果 在地圖上高 就是要去 打一些怪 或者救一些地方 然後做一些單 最後打死大佬 開頭就覺得 小朋友的 又沒有字 就有什麼 Symbol 儲點Symbol Z Collection 我才這樣想 但是實際上 玩下去 發現原來 其實角色卡上高的效果 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相反 在地形上高 的 異能 才是遊戲的精髓 更加重要 因為你12張卡 只有12張卡 你要在12張卡裏面 做到一個 最大效果的combo 其實是一隻 Puzzle Game 如何在手上高的Symbol 可以組成最佳的puzzle 去打大佬 因為 當時來講 其實看review 最主要都是review Base Game 而Base Game 出名是太簡單 真的太簡單 我自己玩過Base Game 不簡單 但原來 最精彩的內容 是收了在Expansion 因為Expansion 難度是幾何級數提升 之餘更加重要 有很多不同的Variance 放在裏面 所以這遊戲 其實是Expansion 出了 派了 給reviewers收到 才發現原來這遊戲越玩越有味道 有這個 意想不到的效果 再想回深一層 作為一隻 Family Game 容易玩 又可以玩到 有難度 又有重玩性 IP又吸引 其實所有東西都適合 更加重要 就是他的變化 是 很簡單 小小的變化 你已經感覺到 角色在 這個我真的覺得 Everling Everling挖坑 真的很厲害 他想一個 idea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 不停地出Expansion 這件事真的是 神仙 尤其是 我會說到 這次Expans 這堆Expansion 真的 離譜 我只能這樣說 上次是這樣 亦都因為這樣 令到我會看 這次Expans 而這次Expans 他都很落足心機 去做宣傳 他找了很多 Bearilla 去試玩 Everling 亦都很勤力 跟很多不同的Bearilla 去玩 亦都去玩的過程 介紹這遊戲的 特色 其實他第一個位 已經 令到我 吸引了我 就是 這次加入了 可以做壞人 這個 這樣的角色 上次我已經說了 有什麼理由不讓你做Fanel 其實你可以做少少的Twist 你已經可以 一個人控制Fanel 跟著其他 控制Hero 一個對N 就是這麼簡單 他這次就留在 在這裡 讓你做磁力王 好多朋友 第一個問題 上一次 可不可以做到 可不可以玩到 用Fanel 其實 出了Rules 告訴你 是可以的 你只要有 他那一疊 超級 惡人模式 這疊卡 你用這疊卡 就可以用上一次 任何壞人 就可以控制他 拿來去玩 做到一對N 這個效果 而我都說過 這遊戲其實是一隻 Puzzle Game 如果 你玩的Expanser 難度高一點 其實 是可以做到 味道出來 他甚至乎 這遊戲 Core Box 有一個 一對一 可以重現 Professor X 對 Manlidle 磁力王 效果出來 只聽這個已經覺得正 再加上 他這次都針對 上一集 被人批評的一些位置 去做一些改進 例如 角色 差異 不夠大 例如上次 可能12張卡 只有一兩張 不同 如果兩張不同 其實是同款 有兩張 相同款的卡 跟其他不同 這次每一張角色 至少都會有兩款 不同 增加角色的差異 這是第一 這件事 我都猜到 X-Man 對起 復仇者 X-Man 粉絲 一定會 小一點 其實X-Man 也有很多粉絲 所以Gameplay上 會努力 但我沒有想過 他努力到 有點過火 有什麼過火位 我們看看 他的延伸 首先 第一個 就是 Apocalypse 其實Apocalypse 這個延伸 你可以 相對上一次 蜘蛛盒的 鹿人 惡人模式 有點像 同時間 Defat 這群壞人 其實都是一個 我意料之內 的 一個延伸 但我沒有想過 他這麼早出 因為其實 這個 所謂 Apocalypse 其實 是 X-Man 比較後期的 一個 一個作品 類似 接近 最後大佬 我沒有想過 一開始就出了 所以我都覺得 是不是怕 跑不了 數 原來不是 原來是 這一個 已經是最沒有 Gameplay 的 一個 延伸 因為這個是 像上次的 第一個 這個我覺得 離譜 是什麼呢 就是 黃藍 金色和藍色 就是 對戰 遊戲可以對戰 他就是加了這兩個 Expansion 這兩個Expansion 都可以 令到這遊戲 變成一個 對戰遊戲 可以到七個人玩 就是可以一個人做壞人 跟著 兩 人 跟著 3V3 七個人玩 離譜 這個Expansion 你想想 這個Expansion 可以換回 之前 之前 復仇者 那堆 你都可以做 這個 Team S 你可以 兩 任天人 你可以 一個人用藍 一個人用黃 打電腦 你可以一個人做壞人 又可以 已經完全將這遊戲的重玩性 推高不知多少格 再加上 這班 角色 怎樣不買 又 牌王 又 這個 這個 叫做 我忘記了 這個叫什麼 這個 金屬人 這個 冰人 這個 都要說 他這次 的Figure 是有 透明 如果你記得 上次 Iss Vengar 就有透明 我都說了 Simon要做事 立刻做事 今集 你看 這些火的 透明 去到 這個 冰人 真是不得了 冰人 不是跟我說 叫我游冰人 顏色 整件透明 就行 好漂亮 不得了 這個位 跟著 再看 Phoenix 5 Phoenix 5 就是玩洗腦 裏面的Heroes 變了壞人 的角色 又有一個Expansion 又是一些 很出名 跟著 First Class 元祖的 X-Man 造型 又是 殺粉絲 我會覺得 他不單 在Figure 角色的選擇 上高 向著粉絲 他在Gameplay上 都 落足了心機 還有最重要的是 我上次的影片 都說 他被你追回 被你追回 復仇者 你連說 我沒有買上一集 這集 不能買 那樣的 理由 都不讓你說 這集 這集 追回 最離譜 可以追回 Kickstart Exclusive 當然 貴了 貴了 還有 要留意 這220 可以追回 上次所有的東西 但留意 是不包 要在坊間上高 自己買回 一個 再加上 這7盒 整齊了 有些朋友說 糟糕 你們還未做 這個 Malfour United 上一次的 review 我都說 我們沒有機會開 我答應大家 我會做 我會做 這個 獨立review 我都看了網上 很多資料 我都會深度一點 有些像之前KING OF TOKYO 那些 一個全系列的review 我會做 等一等 看看可不可以下個禮拜 或者這兩個禮拜 做得回 可以 買回之前的東西 唯一一件東西 買不回的 就是 Paymap 因為他這次出了 upgrade版的Paymap 這也是要說的 上一次 Paymap被人罵 因為他原型 他真的把 圖形 圓形 我們進去看看 他真的 跟著設計 騰騰騰騰擺 地圖 但被人罵 你圓咕嚕地擺 我坐這邊 這個就調轉了 被人罵 所以他這次 特意出另一面 就是同一個方向 這才正常 我們玩game 當然是 這樣去擺 你圓還圓 你不要用我 調轉張卡 來看 所以 如果你上一次 沒有買的話 其實你這次買回是 可能更加好 以玩game的角度來說 這一塊Paymap 是會優勝一點 好了 講了這麼多 他的內容 其實你都知道 我會覺得 將這遊戲 我會放在 一個 推坑 很適合 而遊戲的 content 尤其是在gameplay的內容上 這集是做得很好 不單是用壞人 英雄方面 也有壞人 你用壞人 你會更厲害 英雄方面也有超必的東西 給你去做 平衡 而 他的expansion 相比起 上一次的expansion 他已經很努力在每一個expansion 加很多新元素 我遲些那段片我都會說 每一個expansion 加了什麼 但是 這次他加的元素 重要很多 例如對戰的元素 例如合作 去做任務的元素 等等 所以變得 這些expansion 是更加 負內涵 如果你問我現在唯一一件事 欠些什麼 你問我就欠 角色 欠什麼角色 如果你有看 最新的一個 SG 就是XFOX XFOX對於 X-Men Fans 都知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 因為其實他裏面有很多很重要的角色 例如是 Cable Cable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什麼 Cable其實就代表着 Deathpool 死事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 Cable和Deathpool死事 其實是 一個 雖然說話叫好機友 即是他們兩個是 一個 一批的存在 而這個存在 他現在在XFOX出了 再加上如果有看 Deathpool裏面的 電影版 你都知道 這個 俄羅斯金屬藍 都是一個重要角色 而 這兩個角色出現 其實是不是就代表着 Deathpool不出現呢 我開頭是很擔心的 但因為我自己都不是很熟 X-Man的漫畫 有朋友跟我說 如果我錯了 你跟證我 就說在宣傳片裏 片尾 這段 出這一個 叫做 出這個畫面 就代表 是Deathpool的存在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熟那套卡通 即是不熟那漫畫 我就不知道 我很希望 是有Deathpool的 根據現在還有11日 跟據現在出的Expansion 起碼 最少還有一個Expansion 如果有Deathpool 我就覺得最完美 角色方面 很吸引 而另一個 我想他有的 就是Token Set 因為其實中間 這堆Token 我覺得如果 做平時 Simon那堆膠Token 我會更加 覺得是好的 因為這些就最容易會損耗的 一些 Component 我覺得中間 如果會出這個 Token Set 我會想見到 好了 說了那麼多 剛才也說了 他作為推坑 他IP 多角色 又重玩性 多Gameplay 我是非常之樂見 他會有更加多 好玩的Expansion 那麼 究竟會不會有第3次的Kickstarter 我都不知道 拭目以待 又來到OneGameUp評分的時間 機制創新方面 我自己會覺得 他將遊戲 的層次提升了很多 例如剛才說的 惡人模式 對峙模式 新的合作模式 所以在創新方面 雖然他不是一個很新的概念 但他能夠令到遊戲 在玩法上 可以玩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所以 機制創新方面 我會給4.5分 硬件美工方面 其實我收了 舊的 除了我投訴 Fanos的手套 很薄膠之外 其實Figure 造工很漂亮 卡上高的 公仔也畫得 沒有論式美工 都做得很好 所以我會給4分 而體驗重玩性方面 這個位置 我覺得他能夠令到遊戲 這個Expansion 令到遊戲 提升了很多級 令到遊戲可以 拿出來玩的 Motivation 會大很多 所以我都會給4.5分 而價錢方面 亦都可能是 唯一的一個 即我們所謂叫港客位 尤其是 如果你沒有買 上一次的Kickstarter 今次一次過要追回 都真的是一個 幾大的數字 因為你只是舊的批 都已經 這個數 再加上新一批 我覺得他都會有ALL INSEC 上次的ALL INSEC 應該是190 今次我估計 會高貧 今次應該要過 2 應該 220 至250 之間 視乎他還有多少 Expansion 如果他還有一個Expansion 我猜他可以做到 220 如果他多過一個Expansion 我猜他就不止220 所以整件事 整個Sum up 可能要去到 5至頭 所以價錢方面 都幾講客 但是如果 你是 MARVEL的FANS 好像我 的話 我覺得 其實是划算的 因為他的角色 非常非常非常 充足 XMAN 最出名的 都真的出得 好七七八八 所以 我會給個位 給合格 你說我偏心 其實就應該是偏貴 但是我就覺得 好齊 所以 我會給合格 三分 不過如果不是Fansion 如果不是Fansion 就不會入這遊戲 所以 都忠肯 都評得幾忠肯 好啦 One Game Art方面 當然是持有 起碼我會持有 至於我們的 其他主持會不會 聽完我這段之後 會讓我推入坑呢 看看 看看歡喜哥和William 他們都是MARVEL的FANS 還有 AWROSS 不過我估計 AWROSS應該不會 那麼多盒 不過推一下他 因為跟小朋友玩很好 你看看多少角色 看完 看完 這個復仇者 然後過來就玩 這隻出的時候 XMAN都應該已經加入了 電影系列 還有Deadpool 這些都非常 適合和小朋友去玩的遊戲 今集的 One Game Art 來到這裡 編長的 因為 比較多遊戲 我自己喜歡 所以說多了一點 還有 都真的多遊戲 其實我都已經 盡量 減到得 五隻 但是我都想說 還有幾隻 但是 等多幾隻 出賣 可能 下星期或 下星期 我會再出多一集 今集就來到這裡 希望幫得到大家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 like comment share 我的影片 subscribe 我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 等著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 Patreon的會員 好開心 一起和你在Discord 聊天 選擇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夾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 Thank you 拜拜 拜拜